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今天来到了我们谈谈地母经2020年的甲成年 甲成年的地母经到底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一一来逐一告诉大家 2024的地母经我们先看到经文 这个地母经里面 太岁甲成年到麻一半空 春夏昭淹没秋冬流不通 听起来很惊悚 看起来不太好 辱地商业好 无邦谷不丰 道谷不丰盛 商气莫厚贵 香喝好天聪 姑迈嫁裂贵 就是东西很贵 然后雪冻在山东 就冬天的时候会下大雪的意思 谷约龙头属甲成 高低贡五分 豆卖无成石 六处一朝顿 所以也代表说六处要特别小心了 更看冬至后霜雪落纷纷 在地母经里面 它所有的经文告诉我们 在2024年看起来太阳化季年 这一年是太阳化季 什么叫太阳化季 我们本来看到一个美好的光明的前途的太阳 但是它乌云之日 时有暴风 时有下大雨 时有乌云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很清明的太阳的烈焰 那也代表说我们在2024年 面临到的一些困境还是会有的 不过呢 它这个经文里面呢 告诉我们什么呢 看起来呢 光是前面这四句 你听起来就有点不太开心吧 太岁甲山年 稻麻一半空 就是我们稻米呢 大概有一半是空的 然后呢 春夏朝燕末 春天夏天下大雨了 朝燕末 秋冬流不通 秋冬的时候呢 夜不通了 那也代表说我们明年2024年的粮食呢 要特别小心 我讲到这里 其实心情蛮沉重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 2024年呢 当然有好有坏 我们在今年2023年是要改革 所谓的改革这是什么呢 人类心灵的改革 你以前呢 过的好日子呢 你浪费的食物嘛 你暴整天物嘛 你千万不可以的 你现在开始要爱物习物 然后呢 要好好的想想看 你的人生接着下来 到底要怎么面对这个 恶劣的环境的生态 还有这个世界 会不会有再发生什么样的巨变 我们真的要面临它 而现在呢 整个地球是像火球一样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像火球第一个呢 它就是干旱 它会产生干旱 第二个呢 下暴雨 不是干旱就是暴雨 跟2023年 上半年应该也差不多 光光看到那前面那四句 就真的令人很惊讶 所以呢 地母经里面呢 也告知大家说 我们在2024年 要好好的爱惜粮食 因为粮食可能会缺半 那么如果粮食缺乏的时候呢 人类的温饱都有问题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 是不是我们在吃饭的同时 要粒粒皆辛苦 要好好的爱惜我们每一粒饭呢 没有错 要不然的话你看第一句 稻麻一半空 你根本呢 可能稻米长不出来 那里面是空的 那也代表什么 我们的米仓缺了一半 全球的米仓如果缺了一半 那会代表什么呢 大家没有饭吃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 好那秋冬流不通 代表说到秋冬的时候呢 已经阻塞了 很多问题就开始呢 又开始像那个老妈子的裹脚布 又臭又长 我们都不晓什么样解开这个困境 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呢 我先讲一些比较好的 2024年呢 因为太阳星的关系呢 这个太阳星本来呢 它是一个照耀大地的一颗 慈爱之心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人呢 内心里面那一块最热情的 然后呢 那一块最慈爱的心要拿出来用 而你要帮助别人 太阳就是帮助别人 照亮别人 不要自私自利的 只照顾自己而已 那很多人说 我根本没有能力啊 是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要有心 也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呢 2024年呢 是互相照顾之年 太阳星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当然呢 要怀抱着更好的希望 更高的希望 但这些希望呢 能不能兑现呢 应该要努力的去 我们要向前走 才能够兑现 每一件事情的完成 就是要全策全力 不是单独一个人的 所以这四道呢 已经开始变化的同时 我们更要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好好的去努力它 好 那乳地商业好呢 无邦谷不丰 稻谷不丰盛喔 商气莫后贵 相贺好天丛 也代表说 你如果好好的去珍惜这些食物 那当然我们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呢 2024年呢 我现在跟大家先详解一下 在国际经济上面来看的话呢 我们会抢粮大作战 第一个就是抢粮大作战 好 现在不是抢那些原物料了 抢粮大作战了 因为开始缺乏粮食 那这个抢粮大作战 来会为了求生存 大家在求生存 而不是说我国家要发展多强大 而不是说我的这个外太空 我要发展多好 并不是 那我要穿得多华丽 都不是了 都开始说 哎 我有没有存粮有饭吃 这才是重点 第二个呢 在经济上面的话呢 因为呢 有很多的国家 大的国家 粮食不出口了 而种粮食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大片的面积 可能呢 被土石淹没了 被 被那个雨水冲刷了 然后呢 也可能呢 是变成干旱了 所以我们要面临到的呢 2024年呢 希望它 阴阳能够调和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爱惜资源 第一个爱惜粮食的资源 爱惜水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人类存活最重要的两样事情 2024年呢 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吗 没有了 我们只要把这两样事情做好 那就可以平安度过难关 这样大家很清楚 所以你说啊 我要飞来飞去去哪个国家去玩 然后呢 我要事业做得多伟大 我告诉你那是属于极少数的人的 极少数的人的事情 而非一般百姓可以做得到 你只要把自己的本分做好 耕耕的耕耕 耕作的耕作 种田的种田 种菜的种菜 我相信这些呢 大家把自己的分内工作做好 这个就能够迎来太平的盛世 好 那么我们来讲一下呢 有几个生肖还不错 好 2024年呢有几个生肖很好 像属牛的属羊的 今年运气比较差对不对 好没有关系 你要脾气太太 你的贵人心都落在你了 所以这两个生肖呢都有贵人 那么文昌心落在属蛇的 2024年呢 很恭喜属蛇的朋友 小龙的朋友呢 你有文昌心代表什么 你步步高升 而且最重要的除了这个以外呢 你还有什么呢 除了步步高升以外 你还有贵人 因为呢属牛的有贵人嘛 你当然也有贵人呢 你是双贵人 所以非常功 文昌也是贵人哦 就是可能你在学术研究上面啊 你在你的计划上面啊 甚至呢你的学术地位啊 甚至你在有很多的文献的发表上面呢 这个文昌有关系的就是会越来越好 啊或者你的创作得到大家的肯定 这种呢对你来讲是非常好的 好那石干路在引的话呢 是代表恭喜属蛇的 你应该是哦 应该是去年的压力 今年都可以解除了 财新高正 那个引工呢的路呢 代表你可以赚到很多钱 老虎哦 老虎在今年来看的话呢 应该是可以赚到很多钱的 2020年 所以呢非常恭喜属老虎的 他带动了一个属马的跟一个属狗的 所以这三个生肖呢 属马的跟属狗的呢 也开始会转好运哦 好 羊刃心在兔子 羊刃心在兔子的话呢 兔子代表要突破困难哦 好如果你没有办法突破困难的话呢 你去年的太岁呢 会让你呢 在前 辞职不前 所以你的行动力要更积极一点 羊刃心是什么 带兵打仗的意思啦 所以你是做业务的吗 你需要带兵打仗的 那你就会呢 事业更辉煌更疼大 那么 红雁煞在属马的 不管已婚未婚 你都要特别小心哦 这些呢 桃花对你来讲并不是很好 所以千千万万要特别小心 桃花的烂桃花 蝉身 所以千万不要让人家有机可蹭 可能呢 破财又损失人啦 这个损人不利己啊 所以呢 也会影响家庭啊 或者破钱财的问题 这几个生肖特别小心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来先讲 商气莫后贵嘛 刚才讲到这个香鹤好天宠 所以大家珍惜粮食 孤价 孤卖价列贵 就是价钱会越来越高 所以呢 你怎么样 精打细算还是很重要的 本来呢 一餐可能吃三碗饭 现在可能吃两碗饭 我常常在想 这也是减肥的好时机点 你们不要笑老师 老师最近胖很多 压力压力压力 也真的会胖哦 而且年纪大了 那个新生代谢很差 雪洞在山东 所以我们冬天要注意暴雪 要注意暴雪 我相信很多国家 明明就没有下雪的机会 就忽然间暴雪 台湾一样啊 我们台湾也是一样 你不要玉山不下暴雪 玉山可能下暴雪 你以为呢 什么三 那可能都下暴雪 连可能阿里山都下暴雪 好 所以我们要雪洞在山东 那也代表在冬天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小心 可能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储存粮食的时机点 好 谱约呢龙头属甲城 甲城也是要龙抬头 但是这一条龙呢被盖住了 甲城的龙是被盖住的 为什么 甲是木啊 城是土啊 木来克土 由上克下 由上克下也代表什么呢 天运不让我们很快出头天 那每一个国家的制度会更严谨 更严厉的对待百姓 这样大家很清楚 所以你想出头天 你必须要奋力的突围 好 高低供五分呢 你只能出五分 你用全身的力量呢 但是呢 只能够拿到五分 豆卖无成食 里面的果实是不够的 六处一朝顿 所以呢 六处连吃饭都还是会出现问题 更看冬至以后呢 霜雪螺纷纷 跟这个雪洞在山洞 是一样的道理 它在冬天的时候呢 就是暴雪啦 暴雨啦 这一类的事情会发生很多 所以我们2024年呢 在经济上面来看的话呢 第一个要储存粮食 第二个呢 可能会打经济战 经济战呢 抢粮大作战啦 求生存啦 第二个的话呢 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很多 为什么 你想想看 像这种情况 是不是国与国之间 互相来攻击跟抵制的 那第三个呢 假成年呢 要小心 可能有总统被暗杀 总统记得被暗杀 太阳化记 属男人 男性 那如果说 不要特别注意了 女性的朋友呢 年纪大一点的 可能先生忽然间就这样走 或者你的小孩儿子 因为他代表是男人 你爸爸之类的 那在2020年呢 离婚率会特别高 为什么 生活太难了 大家不愿意互相吵架 吵得更严重了 所以离婚率会特别高 现在已经很惨了 那接下来的话呢 除了这个以外呢 在国际上面的问题呢 比如说 飞机啦 船只啦 经常会出问题 太阳化记 那太阳化记足土地喔 比如说 都庚又出现问题 而且我要告诫大家 除了这些灾难以外 我们还要防地震 比较大的地震 台湾的百年地震期已经到了 所以请大家无必要小心 我想呢除了地震以外呢 我还会做推背图 还有其他的 我都会做给大家 然后每一次的解说 可能呢 你们都要精准的看一下 好 那我想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的话 下一集就是呢 推背图了 谢谢大家帮我按下分享 还订阅一下小铃铛拜拜 感谢大家